可能只要你想要统计的资料,包含这个地方101年、102年, 那其实当然这个是从网络上抓下来,它是开放资料。 所以如果你网络上你搜寻一下乐透产,我想历年的号码都有啦, 如果你想要全部的历史资料全部抓下来,当然没问题。 那这一题我们主要要统计什么?101年中奖几率, 1号出现的几率多高,2号出现的几率多高,合计起来, 那这两年哪一个号码是排在第一名,哪一个号码排第二名, 我想要知道这几个号码里面前七名是哪几个号码, 因为前七名哪几个号码,你如果等一下下完课之后, 也可以参考一下,当你到投注站里面, 因为我之前也上课的时候,教到如何做统计, 然后又把影片放网络上,就有很多想要学的, 其实他跟我讲说,我只是想要老师教我怎么算名牌, 因为他误解了,其实我不是在教那个算名牌, 我是教如何做统计啦,OK。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们如果要快速统计的话, 有什么方式?方法一,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统计什么,101年,我规则大概逻辑讲一下, 一定会六个号码,七个号码, 所以其实,第一栏到追栏以外的资料, 其实目前是没有用的,我们主要是第一栏到追栏, 七个号码,那这个七个号码,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做一个快速统计,到底一号出现几次的话, 我是建议,像刚刚讲过,大范围, 我习惯都建一个名称, 再配合F3, 去把那个资料给掉出, 所以特别注意, 像这个,它总共有几次, Ctrl向下, 总共有100, 1,大概99期, 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号码呢, 我习惯上先选取 第一期, 然后Ctrl向下, 做什么呢, 把它定义一个名称, 那定义名称特别注意, 可以在公式里面, 这个地方因为它上面没有, 你当列, 它不是一个名称, 所以我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定义名称, 那这个范围叫什么呢, 开墙101, 那特别注意, 那个名称我自己取的, 反正你取什么名称都无所谓, 但是要特别注意, 定义名称里面, 你不能是数字开头, 因为本来想说, 直接干脆叫101算了, 可是它开头不能是数字, 所以我叫开奖101,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会有一个名称, 叫开奖101, 一样的方法, 02, 游标选取第一列, 这七个号码, Ctrl-Ship向下, 我建议啦, 慢慢习惯Ctrl-Ship向右向下, 这个非常好用, 如果你不常用的话, 然后呢, 定义名称, 这个叫开奖102, 那当然未来, 如果你想要多统计几年的话, 方法都一样, 资料也是开放的, 现在网路上开放只要一堆, 所以如果你想要统计开放资料, 也并不那么困难, 所以, 好, 我们第一个, 建立了两个名称, 接下来请各位确定一下, 因为我发现同学好像还是有选错的, 那你怎么知道你到底那个范围对还是不对, 你可以到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 开奖101, 那怎么知道对不对, 你可以点一下下方这个, 参照到, 点下去,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虚线的框框, 然后让你知道说, 这个范围你检查一下, 如果对的话你就打勾, 你就不用理会, 关闭就好, 如果有错的话, 你就一下修改一下, 或者重新选取, 最后旁边有个打勾, 你就打勾一下, 好, 一, 选取开奖101跟开奖102, 二的话呢, 统计分析, 我做一个什么呢, 插入函数, 最近使用过, 我们用康义弗来做, Range, F3, 跳出开奖101, 做什么, 我要找, 找什么呢, 条件, 帮我找一号看看, 你会发现哦, 这边有这么多个号码, 那实际上, 开奖101里面, 它会用大瓜弧, 中间用逗点, 隔开, 那也就是说, 刚刚那个大范围, 它就会用这个所谓的阵列去做表现, 里面呢, 帮你去一个一个去比对, 里面有没有一号, 有一号的话呢, 帮你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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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点像一个那个, 有点像那个计算嘛, 帮你比对之后, 如果是, 就算几个是, 帮你把那个, 总共有几个, 17个, 那也就是说, 把那个范围里面, 因为它是7, 一次7个号码, 乘上997, 也就是说呢, 总共有693个号码里面, 有17个是1号, 把它按确定就可以了, 当然基本上, 我们很快的就算出, 其他的号码, 出来的次数, 不过, 这里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算次数, 我们要算它的几率, 所以特别注意, 最后的话呢, 请你在后面加一个斜线, 除以什么呢, 它总共有几个号码, 那总共有几个号码呢, 你怎么去算, 那你可以用Cons, 其实用ConsA也可以, 因为Cons是, 前面讲过嘛, Cons是算, 里面是数字的, 因为它全部都数字嘛, 那你也可以用ConsA, ConsA是有资料, 里面应该都有资料, 所以ConsA跟Cons结果应该一样, 所以呢, 除以什么呢, 总共开出, 总共的号码有几个, 那你可以用什么, 前面的下巴士清单, 然后用什么, 用Cons好了, 这边的话有个Cons, OK, 那Cons什么呢, 把这个Value1, 按F3, 用, 开讲101, 帮我算一下, 里面有几个, 693个,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算出它的几率是这么多, 0.0245, 后面一堆, 不过呢, 理论上, 一般几率显示的方式, 通常会用万分之多少来显示, 那我们预期希望就是说, 它可以帮我出现的是, 到万分之多少, 后面呢, 其实帮我四捨五入, 那最好是什么, 万分之, 这边应该是万分之245,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帮我显示一个格式, 如果格式, 希望是万分之多少的话, 那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储存个格式, 那万分之多少, 这里面应该是没有, 所以怎么办, 视频一下, 那我教各位一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要显示万分之多少, 你可以算到万, 所以各十百千万, 五个数字, 五个数字呢, 请你给五个问号, 一二三四五, 五个问号, 意思是说, 我到万位数哦, 除以后面的话呢, 真正让它乘上一万, 这个时候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这招还蛮管用的, 因为有时候你出现的那个几率, 如果不容易阅读的话, 其实即便你做完了, 感觉这个还是, 还没有到最后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如果我想要格式成万分之多, 特别重要, 如果你到万位, 你就给五个问号, 当然十万就是六个, 意思是类推, 除以后面就是它乘的数字,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按个确定之后, 向下填满, 101年的几率算完了, 那102年怎么算, 其实很简单, 把这个公司怎么样, C, 复制取消一下, 移到102年贴上, 然后呢, 其实很简单嘛, 这边有没有, 101改102, 101改102, 打个多, 做完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有103年, 一样嘛, 用名称嘛, 我觉得名称非常好用, 真的很, 很强烈推荐各位, 以后如果大范围, 你千万不要像以前这样, 拉拉拉拉去, 不然的话, 像我看到很多人的资料里面, 一堆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那比如说看的时候很累, 你如果名称的话, 一眼就可以看出, 这到底什么意思, 不然如果不是名称的话, 真的很不容易理解, OK, 后面还有一题, 其实也是要大家用名称来, 取代选取的范围, OK, 那最后呢, 格式, 我可以用复制格式, 常用里面有个复制格式, 复制格式呢, 先把101年的这个格式复制了, 点一下102年的格式, 看一下填满, 102年也做完了, OK, 用复制格式可能比较快了, 不然的话, 你要再重做一遍, 可能比较花时间, 等于什么呢, 合计就是这一年加上这一年, 两年的几率帮我加在一起, 那最后的话呢, 再来排名, 那排名的话呢, 当然用什么呢, 用那个, 排, 就是有个专门做排名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在一样的统计, 统计里面有一个叫rank, 如果你的版本是2010以后的版本, 它变成rank会分两个, 一个rank.eq, 一个rank.avg, 那这地方当然请你用rank.eq, 如果你是2007年以前的版本, 你用rank就可以了, rank, 确定, 然后number是你的合计结果, reference, 你要在哪个范围去算呢,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你的合计, 在合计这个范围, 所以有必要先放在那个第二, Ctrl-Shift向下好了, 因为帮我抓到最下面, Ctrl-Shift向下, 那你会发现它抓到43, 那再把那个第二到第43, 把它按F4两下, 锁一下那个列, 因为等一下我要向下填满, 统计其他号码的这个排名, 这个一定要按F4两下, 把列给锁起来, 然后再按确定, 这个order, 零或省略表示递减, 所以理论上我们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用零, 那当然如果你颠倒用一, OK, 我们这边零或省略, 我就省略好了, 按确定, 向下填满, OK,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知道说, 前七名的部分, 比如这个第七, 12号, 然后第二名的话是21号, 依此类推, 但是, 排名好像这样阅读, 有点不太容易找到前七名, 所以最后如果说你希望呢, 前七名可以帮我用起目的提示, 让我知道在哪个位置的话, 那最后当然你可以怎么, 把排名, Ctrl, 修设计向下, 一样选取, 再利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如果呢, 如果储存格里面的值呢, 它是小于或等于7的话, 帮我设定一个格式, 什么格式呢, 填满黄色, 字形的话呢, 帮我变成红色好了, 类似像这样, 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 OK, 比较可以, 醒目就可以了, 当然你这个地方可以自己再调配一下, 大概类似像这样, 按确定, OK, 那你会发现, 我们需要的这个号码大概就是, 12号, 21号, 然后再来就27, 28, 再来就是33, 34, 再来就39, 这其中的话, 28, 29, 33, 34, 然后连号, 所以连号好像机率也蛮大, 所以如果对于那个乐透财, 大乐透啦, 或者是一堆的, 反正希望能够从历史资料里面呢, 大概知道一个, 有没有一个, 虽然这个不见得100%精确啦, 不过, 其实也值得参考啦,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未来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变成一键完成, 可不可以, 当然可能啦, 我们刚刚不是做, 录制聚集, 不过这里特别注意, 你不需要把里面的资料先删掉, 你就可以开录, 不过录的话, 特别重要, 游标一定要放在旁边, 你不要直接就放这里, 因为你放这边, 其实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 同学第一个动作就放那里, 放那里之后, 如果你第一次游标没有放那里, 一直行就跑掉了, 所以记得游标先放旁边, 再开始录制, 我想应该就可以把这个录制聚集的部分, 就可以做得比较好一些些, OK, 所以请各位呢, 先把那个刚刚讲的那几个重点, 第一, 把范围用定义名称, 公式里面的定义名称, 定义开奖101, 跟开奖10个, 定义名称很重要, 第二个的话, 再利用统计里面, 康乙福, 康乙福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用什么, F3, 特别是用F3,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忘记了, 名称定义之后, 反正你就记得F3, 它清单就帮你列出来, 所以我习惯是, 以后呢, 会用到的范围, 我都先把它定义好名称, 而且定义好一个, 我看得懂的名称, 以后要叫那个资料出来, 我就F3, 那我也不用管说, 那个资料到底放在哪个工作标, 每次还要找一下, 还要再切来切去, 你如果你有个清单出来, 你就F3, 然后就可以去找到, 那未来当然你也可以去维护这个清单, 这个清单维护, 可以到名称管理员里面找一下, 可以去做修改, 我想各位试一下好了, 那后面呢, 如果做完, 动作手脚比较快的同学, 可以再试试看, 来录制聚集看看, 也许, 看能不能怎么办, 按个按钮, 来自动把刚刚所有的动作, 全部一次就全部做完了, 然后呢, 再按个按钮呢, 把刚刚的东西全部都清除, 不过清除跟动作里面, 有个比较特殊的, 你可能设定格式化条件, 也要把它包含进来, 因为设定格式化条件, 如果你没有把它清除, 你只有清掉资料的话, 它会一直存在, 它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要先到常用里面的, 设定格式化条件, 清除规则, 把整张的, 先清掉, 先清格式, 再清资料, 这样才OK, 不然的话呢, 它可能会产生, 这个只有清一半的, 这种问题发生,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边先试着, 这个乐透彩的, 这个中奖几率统计的, 这个中奖几率,